哈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慧君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有关于催眠相关的主题是 戒除 什么是戒除呢 一般来讲 我们会以为戒除就是不吃这个不吃那个 没错 使用催眠的方法可以戒烟 可以戒吃槟榔 可以戒BRABRA 可以戒各种东西 慧君在个案上面 最常遇到的就是要戒掉甜食啦 油炸的 或者是要戒除什么饼干啊 然后某一种特定的食物 因为特别特别喜欢吃某一种食物 就是偏食 偏食对身体是不好的 同样的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也是戒除 不过今天的主题比较特别 我今天不说戒除食物 或者是戒除特定的饮食习惯 今天慧君要跟大家分享的催眠主题的戒除 是戒除情感 什么叫做戒除情感呢 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因为我们有感情 那么如果把这一份感情拿掉呢 我们是不是就不是正常人呢 是这样吗 各位有没有想过 有一些可能是这一份情感的存在 对于人的本身会造成伤害 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把它戒除掉 会比较好呢 比如说 在我的个案里面 曾经有受爆的妇女 因为情感的关系 她一再的又回到了虐待她的地方 可是这样不只对她心理造成伤害 她已经造成实际上的身体上的伤害了 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催眠的方法 协助她跳开这一个桎子呢 我们利用催眠的方法 其实只是去改变人类的思维模式 接不接受还是要看你自己本身 如果你很想很想要戒除一段关系 但是你的理智商告诉你说 你必须要这样做 才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好 但是实际上你在生活当中 你在情感上面 你又去依赖这一段关系 这样子造成的伤害 其实是会越来越严重 那怎么办 我们就利用催眠的方式 协助你改变你的认知 再讲一次 我们用催眠的方式 协助你改变你的认知 可是同不同意这个改变 操控权完全在你的身上 催眠师只是一个辅助的人物而已 我们在过程当中 怎么样让你改变认知呢 各位想一想 各位想一想 人之所以会依赖某一段的情感 其实都是在脑中 我们建构出来的一段一段的故事 再讲一遍 人之所以会有情感 那是我们在脑中 建设出的一段一段的故事 只要我们去改变这个故事 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对某一件事情 某一个人的情感 刚刚我说了受包妇女的例子 还有另外一个 他来找我协助的时候 他是被分手 有一个男生他被分手之后 他说我很想要忘掉我的前女友 但是我怎么样都忘不掉 真的吗 记得了 催眠师不会让你做你不愿意的事情 在过程当中我发现 他还是非常的喜欢他的前女友 所以我不断的问他 你真的要戒仇吗 你真的从此不要对他有任何感情吗 这样有可能你连复合的机会都没有咯 他很认真的考虑了三十分钟 然后他告诉我说 我还是不要算了 我下次如果想要真的 我想要从此跟他断绝联络的时候 我再跟老师你联络好了 所以到最后 他还是没有来做戒处情感的 这一个动作 那我刚刚说了 在受爆妇女的部分 我们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解决他呢 是可以的 我协助了这位妇女同胞 他去改变他的思维模式 当他切换过来的时候 他自己都觉得惊讶 那是 为什么我以前会这么喜欢这个人 觉得非他不可 那就是因为你在脑子里面 告诉自己的故事 是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不然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所以你只要告诉自己另外一个故事 那我就好了吗 所以 催眠师常常在做的事情 现在你们发现了 就是一直在说故事 帮你改变你的故事 我们用语句切换的方式 跟语调改变的方式 让你去重整你的故事 在过程当中 催眠师会一直协助你去发现 你的故事和逻辑 不合逻辑的地方 今天的小礼物 并不是因为没戴眼镜要发的哦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相信大家也有发现 好 有没有问题啊 不要说有没有戴眼镜 好 再来 我们 再说 如果 同样的道理哦 我们可以戒除 我们可不可以建立 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我原本好喜欢好喜欢这个人 我原本觉得没有这个人 我活不下去 但是 有没有可能 我们用另外一个方面把它转过来 叫做 如果你原本 不是很喜欢某个人 但是我们可以用催眠的方法 把你变成喜欢那个人吗 有人问我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去交到我心仪的对象呢 因为我很喜欢一个人 然后我不敢开口 我怕他不不不不不不 各位 我们说了 如果你有办法 让王子变青蛙 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协助你把青蛙变王子 可是那是你要的吗 你真的要吗 你如果直觉上你就是不喜欢这个人了 你为什么还要把自己切换到跟这一个人在一起的模式呢 同样的方法 我们其实都只是去改变我们内心当中的故事 我们脑内的故事 所以在今天戒除这一段分享里面 各位有没有听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呢 这个讯息我直接破题告诉你了 这个讯息我要传递的是 你脑中在跟自己说的故事非常重要 不要对自己乱说话 也不要对别人乱说话 当你一直给自己说不好的话 我不够好了 长得不美啊 眼睛小啊 什么 当你每天一直给自己这种暗示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在催眠自己 如果你想要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更精彩 那么从改变你对自己说话的方式开始 同样的 你对别人说出来的话也非常重要 这就是我们说的 不要乱说话 我们的每一字每一句 都有可能去影响别人 更重要的 我们说的每一字每一句 都一定会回到自己身上来影响自己 是的 转换自己内心的故事跟说话的方式 跟使用的语言 你的生活一定会马上变得不一样 在慧君的课程里面 有一个课程叫活出自在人生 曾经有一位学员 他分享他的故事让我非常感动 他说 在课程里面我规定有一个礼拜的语句转换作业 他照着执行之后 他说 我的生活真的不一样了 变得好像比较开心 以前我怎么都没有发现 这么简单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因为最简单的事情 就是你觉得最困难的事情 因为最困难在于 你没有想到原来这件事这么简单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好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 你还没有发现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的 那么礼物就归给我哦 下一次直播是八点钟下个礼拜三 有我们大K老师为大家来讲另外一个主题 希望大家有问题的话 一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会为各位做解答 拜拜